2021年6月19日 全世界的確診數目是1億7858萬5千多 增加了39萬7千多 死亡方面增加了8400多個 去到386萬6千多 而最多新疹確診的地方 就是巴西增加了9萬8千多 死亡方面增加了2400多 巴西現在的確診數目是1780萬多 而死亡就很接近50萬 印度是第二個多新疹確診的地方 增加了6萬個新疹確診 死亡方面現在是2982萬2千多 死亡方面增加了1200多個 去到38萬5千多 哥倫比亞走上來 現在它的新疹確診數目是28000多個 總共去到388萬8千多個確診 死亡方面增加了500多人 去到98000多 阿根廷增加了2萬多個新疹確診 去到424萬2千多 死亡方面多了450多個 去到8萬8千多 俄羅斯 它越來越厲害了 現在它增加了1萬7千多個新疹確診 去到528萬1千多 死亡方面增加了450多個 去到12萬8千多人 印度尼西亞 現在它增加了 將近1萬3千個確診 去到196萬3千多 死亡方面增加了290人 去到5萬4千多 美國仍然增加了 將近1萬3千個新疹確診 去到3439萬2千多 死亡方面增加了380多人 去到616900多 看樣子美國世界第一個位置 坐得很穩陣 南非增加了超過1萬5千個確診 死亡方面多了118個人 英國仍然增加超過1萬個確診 死亡方面只增加了11 伊朗仍然增加超過1萬個確診 死亡方面多了120多人 以上有10個國家增加的確診數目 都超過1萬個確診數目 菲律賓增加了6800多人 智利增加了6700多人 馬來西亞增加了6400多人 土耳其增加了5500多個新疹確診 伊拉克增加了超過5000個確診 墨西哥增加了4200多個確診 死亡方面多了160多人 西班牙多了4200多個新疹確診 西班牙多了4200多個新疹確診 孟加拉克多了380多個確診 秘魯3400多個確診 法國3100多個確診 所以泰國都增加超過了3000個等等 西班牙多了4400多齡